所以我們都希望任何相關單位 一定要好好的把他們這個事情抽絲剝竭問清楚 因為他這一些行為除了牽涉不法 我們心中在意的是45萬新竹市民的公益 會不會就在你們這樣子的後宮干政 男友干政的這當中被犧牲掉了 的確 范老師我們看到李宗妮的角色 顯然不單純不簡單 整個的過程似乎完全在主導 那特別是他還有錄音 然後還去威脅公務員 所以這些新竹市府的公務員 現在是處於被一個威脅把持的狀態 所以我們看到律師黃帝影 他有說這些公務員如何自保 包括提醒公務員要先自保 以免被錄音要挟 所以我覺得新竹市政府的公務員 如果你認為你有可能被李宗妮錄音的話 應該趕快向檢調單位去自首 擔任污點證人保護自己 這最關鍵的 那大家可以了解嗎 李宗妮為什麼要在新竹租房子 他明明自在永寧基金會上班 在台北 為什麼在新竹租房子 他現在還沒在永寧上班 永寧每個月還給他50萬 一個月50萬 否則他怎麼 他現在的重點是在新竹 他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幫高宏安協助處理市政 幫他喬事情 所以你看得很清楚 高宏安現在就是叫 借可去處理這個所謂的 他說他辦過造勢活動 辦過造勢活動 跟辦跨年活動 這兩個是不同的事情吧 其實你要這樣講的話 我覺得錢康明的經驗 還比這個Jack多啦 為什麼 他過去他是導演 編劇 也當過演員 他是專門 他有一個叫藍天空劇團 專門在做那個所謂的 幼兒的兒童戲劇音樂劇 他做台灣巡迴很多地方 在做相關的這些巡演 所以你要說經驗來講 我倒認為錢康明的經驗 是比李宗妮高啦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為什麼後來變成是把 錢康明給架空 然後完全由李宗妮來做 是因為 由他來主導整個的 這個所謂的跨年晚會嘛 等於把這個錢康明給 把你放在一邊 弄在一邊 對 所以我必須講這個完全 錢康明其實他在 很多大學 他都在很多這種表演相關的科系 他當過老師 所以你說要 找辦活動 他為什麼要找他學生 他覺得有一些有經驗啦 才會這樣子嘛 那所以說這樣 錢康明說他沒經驗嗎 對啊 不至於嘛 不至於啦 對 因為他在很多的高中 很多的大學 他都很指導很多的劇團 他們都有辦什麼 巡迴表演 畢業表演 公演 這個他經驗是有的啦 所以我覺得 他完全就是把錢康明這個 有比較專業的把他趕到一邊 然後把李中庭這個完全沒經驗的 變成中間 那我必須講 現在麻煩是什麼 他現在 為什麼大家對高昂安的事情 那麼關注呢 因為現在從他立法院 到現在為止的所有的爆料者 都是他的親信 對 對不對 大家都覺得 這不是空穴來風嘛 都是內部爆料 都是內部爆料 而且都有證據 都有人證 不然就有市證 對 從之前的我們看到的這個小兔 他也是高昂安你的貼身助理啊 然後現在包含你的副市長蔡立青 包含這個錢康明 都是你的 這個相當重要的谷虹之城嘛 這些人出來 那當然有有公信力嘛 就每天爆 每天爆 大家每天在看連續劇嘛 那更麻煩是什麼 錢康明現在跟蔡立青兩個是聯手囉 那錢康明因為他這八個月 他過去是從 從這個高昂安 把他從南部禮聘上來 兩個人本來應該是說 這個這個 該說是肝膽相照 結果後來是什麼 肝膽劇烈 所以我認為錢康明掌握的資料非常多 包含剛剛講的錄音 可能他都有 他自己都有 他要自保嘛 那為什麼你看啊 為什麼這個 這個傑克跟錢康明說 你在配合上 跟當時想的不一樣 本來找你來 我們是自己人嘛 我叫你做什麼就做什麼嘛 肯定是錢康明有一種有些看法跟高昂安不一樣嘛 所以李中庭才告訴你說你配合度不高嘛 你自我了斷嘛 你離開嘛 那對錢康明來講 你告訴我哪裡做不好啊 我可以改啊 對 就沒有理由 就是你配合不好 就我覺得就是說 雙方之間 好那我覺得錢康明掌握了很多 很多資料 那但是呢 蔡立新掌握什麼 他有法學素養 他當過高雄跟士林的地檢署檢察官 又當過高檢署檢察官 他們兩個一結合啊 我覺得是高昂安的最大的夢魘 再來還有一個很重要是什麼 本來我們看之前的這個立法院的助理啊 這裡面的所有的助理被約談 只有一個人全社了的誰是誰 李中庭 李中庭我認為第一個 他跟高昂安切得很開 第二個甚至我不排除他是污點證人 他講了很多 所以你看那個起訴書裡面是說 他檢察官認定李中庭有另外一個專職 就是永齡基金會 但是說他雖然有專職 可是並不認為他是人頭的助理 他還是有擔任助理的工作 所以他不起訴嘛 好那得做我覺得當初 李中庭也在檢察官面前是 他跟高昂安是 這個兩個人是分道揚标的 這個兩個人已經繁目成仇了 所以我們才說他們兩個分手了嘛 可是從現在來看呢 並沒有啊 對我看他們關係非常緊密 關係好的不得了啊 對不對 所以說今天 當初這個李中庭為什麼沒被起訴 他說我不繳 我不繳攻擊金 還要證明一個就是說 攻擊金繳不繳 其實是有自己自我意志 那我跟高昂安我們現在 我跟他翻臉了怎麼樣 可是現在看起來兩個人繁在一起嘛 現在是高理共治心服 所以我認為這個當初偵辦立法院的 這個攻擊金的檢察官現在看到傻眼啊 對 那到最後這會不會影響到 事後有關於高昂安在立委助理 這個相關的案情 那李中庭你本來是已經全身而退了 難講喔 搞不好你就是幫高昂安在立法院 實施攻擊金 你是最後的幕後的 你是一個隱武者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關係 他們兩個現在是密不可分了 所以從這邊來看 我覺得今天 這個 關於這個李中庭 他在這個整個新竹市市政府裡面 他製造這種恐怖錄音 然後拿來威脅這個公務員 然後大家講過 他這個可以說是借事借端 來這個威脅公務員 不要忘記 他 大家說啊 那個高昂安很厲害啊 我們沒有結婚啊 怎麼樣 有沒有結婚無所謂 你有沒有實質影響力 對 你有實質影響力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從這件事情來講 這個 強康平他現在每天爆一點 每天爆一點 說實在的啦 你看其實他那天講一位 他說講一位 他沒有指明到信 他當天他只是說 某一位先生 就是我們市長的好友 那為什麼 李中庭要 直接去說 發出無點聲明 對不對 他幹嘛直接找邪川呢 他幹嘛對他入座 就已經就是 李中庭知道嘛 你就在講我嘛 好 那現在雖然 已經呼之欲出了 那李中庭其實可以告 錢康明啊 你侮辱我啊 對不對你侮辱市政府啊 為什麼都沒有動作 所以 其實在前面的五項 那個李中庭的五點聲明 就講說 我有跟 強康明 他已經證實嘛 有討論跨 跨年晚會的事 對 只是說請教他什麼音樂啊 什麼 但是表示這個事實是存在的嘛 你李中庭自己承認嘛 對 那只是說你 這樣是你有沒有 借世界端的去施壓 或者是把 這個強康明給趕走 然後自己主導 那目前看起來 錢康明是這樣指控喔 那我覺得接下來的確 這個東西就讓這個事情 已經越來越水落石出了嘛 好 從錢康明的這個爆料論 可以看出呢 高宏安 竟然是架空自己的局處首長嘛 那他為什麼會去放任男友 來辦這個市府的重要活動呢 郭東哥 我們看到 這過程當中 看出有哪些違法的市政呢 中庭 這裡面牽涉到兩個問題 我們不能光只是追究說 哎呦 男朋友干陣啦 後宮干陣 我一再講到那是屬於行政倫理規範 連政署跟政風處你去查 他有沒有違反行政倫理規範 但是今天臉書已經 講出這麼明確的事實了喔 李中庭已經涉及到 兩個犯罪情結的 第一個 借視借端 脅迫公務人員 對 你借他去喝咖啡 對 要他做這個事 要他不要做那個事 借視借端 你借誰的事 還有那個錄音檔威脅公務員 第二個事案的情結是 你跟贊助的廠商有沒有期約 然後錢康明擋住了 擋人財路了 你跟人家期約好 要怎麼樣怎麼樣啊 對 結果他今天臉書 講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中庭我們必須要討論的 很重要很重要 我們今天才知道 蔡立卿副市長為什麼被請辭嘛 真相大白嘛 蔡立卿跟錢康明 有去見了某人 對啦 今天講出來了 副市長跟他去見了某人 然後這個某人 這些事情沒有跟高宏安報告 有人去問高宏安 高宏安一問三不知 非常尷尬也生氣 所以李中庭 把錢康明找出來 你們為什麼去見那個人 這個情節真相大白 對 就是說李中庭是不是覺得 東窗事發 因為被錢康明跟蔡立卿 副市長知道了什麼 然後又去問了什麼之類的 因為這個人一定很重要嘛 高宏安怎麼不會 不知道這件事情 副市長跟錢康明去見他 對 見他去幹什麼 一定是跨年卵會贊助的事情 不然你去見這個人幹嘛 對 今天把這個真相大白 為什麼不是只有文化局局長 被請職 副市長被請職 我們當時搞不清楚 為什麼副市長被請職 今天說出來 原來是你們兩個去見那個人 我現在比較好奇 那個人是誰 對 他的力量有多大 對 高宏安為什麼不知道說 副市長跟錢康明 你們去見那個人 結果我不知道 這利益關係就像 剛剛中央你問了一句話 跨年晚會的利益 這個病有多大 利益有多大 對 可是你要看今天高宏安引爆的這件事情 他的導火線就在跨年晚會嘛 我們看錢康明寫了幾天的臉書 就是跨年晚會 叫拔扎起來嘛 如果沒有辦這個跨年晚會的話 可能我們都還不知道新竹市高宏安的事情 這麼複雜這麼多 為什麼呢 我簡單解釋 跨年晚會本來是交給城市行銷處舉辦的 城市行銷處就規劃出來 規劃出350萬的預算 高宏安一看就不合理嘛 辦一個跨年晚會350萬不合理嘛 叫他們重新領 把文化局也找來 所以才會編列了1700萬 這麼大的一個預算 然後追加350萬的預算 放在這裡面 可是最主要還是要去外面 民間去募款啦 找廠商贊助 他們一定以前都知道嘛 因為為什麼找李中廷 因為李中廷他講李中廷有辦過造事嘛 當時選舉的時候造事由李中廷在籌辦嘛 你民間 新竹市建商這麼多 科技業這麼多 你去募款那個錢一定很多嘛 那你這個交給文化局 全康明一個人去處理 能處理嗎 這麼大一筆的經費 這麼大的預算 尤其牽扯到這麼多的建商關係 當然是要李中廷去 他自己人去處理嘛 這民間這個 魔鬼就在這個細節嘛 還是因為覺得讓文化局去處理 還不如讓李中廷來處理 對 所以錢康明 我勸錢康明 你也是個文化人 你要寫就寫清楚一點 不要讓大家再來猜謎 所以這當中的油水 我今天把他破解了幾件比較重要的 這是一個蔡立青為什麼會被請職 原來是你跟錢康明去見了哪個人 那個人 我相信一定是相當大咖的 跟高鴻安關係一定是好 那李中廷跟高鴻安是不是覺得 被知道了 還是怎麼樣 怎麼會沒有跟市長報告呢 而且李中廷是很不禮貌的質問錢康明 對啊 你們為什麼去見他 本來這個應該是在高鴻安自己應該要處理的事情 尤其這是一塊大餅嘛 結果你交給你錢康明 錢康明今天臉書講說 六頁的A貨紙是李中廷拿給他 超級爛 問題不是在超級爛 錢康明是要拿這個去弄錢嘛 他根本在弄不爛 不是要你真的做得這麼細節 要靠這個東西去募款的啦 你不要管他爛不爛 這個東西就是拿 叫你拿去給建商 文化人要看那活動的內容 但是李中廷可能在意的是 可以跟廠商 細節啦 然後預算 背了多少預算 那人家李中廷給你的時候 這份就是叫你去拿錢嘛 那建商一個人拿下來 不是幾百萬幾百萬 怎麼可能三百五十萬 半個光年晚會 錢康明所想跟李中廷所想 完全不一樣 那 公安最疑蠢的就是 你不能推給 新竹縣的楊文科 楊文科最近才為他們的工程 處長家裡被收出一千多萬 殘在排水管裡面 那個天坑 新竹市的天坑 才在那裡頭傷滿臉豆花 你現在又把這個炸彈又要丟給楊文科 楊文科怎麼敢接啊 這接下去的話 有多少好處多少 可以搞不清楚的這些關係 對 都整個引爆起來 因為到今天我們看起來 文化局 李中廷到底干涉你文化局有哪 干證有干到哪些證 是人事的證 還是你事務上的事情 只有這個 你現在引爆出來 只有這個案子嘛 對 那這個案子為什麼不太帥 因為高鴻安 這是他上任的第一場跨年晚會 他一定要搞得轟轟烈烈的 而且一定要募款募得很精彩 對 然後李中廷去弄的話 那個帳就可以不清楚楚 誰也搞不清楚 因為那不是你文化局編的啊 對 整個米角這是整個 我們就看哇 怎麼一個這個案子 你會搞成這樣子 對 而且我還真的對高鴻安 真的另眼相看 他昨天在北夜侃侃而談 面不改色 對 這個沒有一點底的話 早就躲給記者追了 早就請律師代打了 他可以在那裡坎坎而談 說我要虛心檢討 尤其是人事上的 當事人的心理感情 我們要注意到 哇真是了不起耶 他怎麼可以這樣子 臉不紅氣不喘 對自己引爆的這個核彈 跟他動作沒這件事 要虛心檢討 我說那這樣下去不得了啦 因為現在檢察官現在混亂 我剛剛為什麼講這麼細節 給檢察官聽 你不要再以為這是 後宮干證行政問題嘛 現在已經是情節 犯罪情節已經升高起來了 對 他今天臉書已經透露出說 是屆事屆端在這裡脅迫我 那你這個還不偵辦嗎 是的確 郭忠祐所提到的很多的關鍵 這當中是不是有很多的機會 可以上下其手呢 在這部分 一川兄你帶過公務單位 這個背後可能是怎麼樣的玩法呢 這個我們講說市政府有這種 連政啦採購啦 或者是工程的這種 各式各樣的這種弊案啦 我跟你講沒有一個市長啊 會去管那麼細的啦 每個人的業務都很多嘛 每個局處為了自己的業務 去拜訪人去討論事情 這個都很正常啦 但是這一個我要強調一次 這一個是高宏安他在玩一個遊戲 就是說他不是我的同住家人 所以在法律上呢你抹不到他 但是今天錢康明的這個文字裡頭 假設錢康明講的全部都是真的 這個文字裡頭就往上上升到高宏安了嘛 你說第一題第一個他說 你跟Jack討論一下 選舉時他辦過肇事晚會他有經驗 這句話我還OK 就是說你不能辦到嗎 我給你介紹一下Jack的 只是討論一下可以啦 你去問他看這怎麼辦 這個沒有問題 可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他說我在市長上樓時告訴市長 跨年Jack一直都沒有跟我回覆 市長說你讓Jack處理 這句話就有事了啦 你怎麼會讓Jack處理呢 你覺得好像這個事情 已經在Jack手上了 然後這個錢康明也問不到了 現在進度怎麼樣 所以這錢康明很急嘛 他跟自己誤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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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去問新竹縣的處長 他們的交通旅遊處處長 對不對 問那個處長 那處長說上面沒有交代 就是說他們的陽文科 也沒有跟他說這個 所以那個新竹縣 那個處長也莫名其妙啊 也不知道這個錢康明在說什麼 後來 把那什麼六頁的 丟給那個那個新竹縣的 那新竹縣就說就這樣 你們辦公室這麼草率 你們就這樣這幾頁 那幾頁很簡單 那幾頁在最後關鍵那一頁 最後關鍵那一頁叫做預算 那預算就可能是 是17350 X1450對不對 X1450呢 預計啊 找20家廠商 20家贊助單位 每一家贊助多少錢 這就是國東哥 日本六頁拿去 說這我們創好了 這我們市長也看過了 因為你看這最好的錢 現在就差這些錢 等下不然拜託你看 嫁夫一百 多少 我們高雄用那個文化基金會 用那個什麼回來 幫你和銷 我跟你講 這件事情 對全看民來說 他不要回過嘛 他不要回過 他會緊張嘛 他會緊張嘛 第一代一定緊張嘛 蔡立金科你也會緊張 蔡立金如果看來說 賺這些人要去跟他們討錢 找去電子業工的董事長 你幫我捐這個 蔡立金是高檢署檢察官 對啊 他檢察官出身的 對蔡立金來說 要沒款很簡單 發公文去 對不對 發公文去 你買來不好賣 蔡立站在高檢署檢察官 來這裡做戶齊庭的立場 他怎麼可能跟著這些 兩個人拿計畫書去做一個 去說拜託你給我一百萬 不可能嘛 所以這些當然就造成他們 全部趕快溜了 所以你記得 錢康明第一篇PO文 叫做全身而退安全下裝 因為他知道這個錢 再繼續搞下去 他一定有事 所以他現在所有的拜 但是這裡頭有些文字 錢康明因為現在進入了深水區 我也要提醒錢康明 你現在進入深水區 你這個裡頭寫了每一個字 檢察官都會問你 檢察官都會問你 你後面是在說什麼 你手上有什麼東西你要拿出來 因為這一條檢察官一定會進場了 來來這文遠遠 你怎麼看這整個過程當中 有聞到弊案的味道嗎 我要先講 新竹市現在沒有副市長 當然我要恭喜新竹市市民 你有兩個市長 一個市長叫地上市長高虹 一個是地下市長 Jack或李仲廷 我不知道是誰 那再來你看一下 錢康明他其實每個文字都可以 你知道知識量都很大 他裡面講到說 李仲廷跟他講說 錢老師謝謝你這段時間的幫忙 你在配合上 還是跟當時想的不一樣 那我就要問 這個配合上是 跟高虹案在市政公務上配合上 跟當初不一樣 還是跟李仲廷在什麼案子上 配合的不一樣 請康明很明顯表達出這個事情 但是現在大家看到他不斷的講說 過去原本沒有要辦 然後不是新竹市政府主辦 跨年晚會 現在變民間主辦 還是有些事情可以追 怎麼講 他說新竹市跟新竹縣市政府 只支持行政作業 那我們還是要去問 民間自辦 那新竹市跟新竹縣政府 到底有沒有預算的編列 有沒有任何一筆 我相信這個要去追 不管他有沒有用到350萬 你有編列的話 大家就會拿放大去檢視 再來就是新竹市長 新竹縣長你會不會上台 那難道你廠商都無償 讓你上台完全是民間這樣自辦嗎 也可以來給你拍拍手 但我必須講 我要先提醒一下陽文科縣長 因為這種縣市合辦的時候 假設新竹市政府 這次真的沒什麼預算支出的話 那新竹縣突然這邊 支出很多預算的話 大家就變成去追一下說 新竹縣政府你在幹嘛 他們不是說輪辦嗎 合辦 然後輪流舉辦場地嗎 可能新竹縣政府說 這次我這個負擔的比較大 下次換新竹市 但過程當中有談到什麼東西 反而會燒到新竹縣政府 所以這邊先提醒一下陽文科縣長 再來我要跟大家講 李仲庭或Jack這個人 細思極恐 大家以為民間辦跨年演唱會是幹嘛 他其實就在切割 為什麼我說切割 你看他整個錢康明老師 他整個文字在講說 洪安說就讓Jack處理跨年晚會吧 然後Jack跟錢康明說就讓我處理 類似這樣文字 如果今天是用公務預算辦的話 請問一下李仲庭你何德何能 你是什麼之問不甘介入嗎 最近他把他經過一個晚上之後 他們說我們是要給民間辦 所以如果今天是李仲庭去找了 民間廠商辦好這個晚會 完全沒用到新竹市政府的錢 有沒有違法 老實講我覺得沒有違法 但問題是違反常理嘛 就是說你一個新竹縣市政府的 跨年晚會 你怎麼會找一個跟新竹市沒有關係 沒有公職的人 去跟民間廠商談這些事情呢 你說沒有違法 可是錢康明他要去議會報告備詢 對啊 如果這個活動辦得怎麼樣 出了事 是文化局長要負責 結果是有可能找李仲庭負責嗎 不可能嘛 所以錢康明為什麼一直去追 他就覺得說一定限制 議員一定會去追 最後是錢康明要去背 最後我來講 但是錢康明局長也不是省油的燈 好像大家太擔心說他進入深水區 他講話負責對不對 他一下告訴大家說 李仲庭打過來 然後我沒有錄音 但問題是行車記錄器有沒有錄到 我不知道 再來他不是有一篇講說他的手機故障嗎 一開始我會說 哇你的訊息都被損毀了 那怎麼辦 後來他下一篇又說 雖然手機故障 但我訊息都保留著 錢康明告訴大家什麼 這些資料我都保握著 如果真的檢察官或任何人質疑的話 我馬上就可以調出來 所以現在真的是兩個人在鬥法 是面對高雄恩的爭議 那柯文哲說呢 面對問題就要解決問題 他今天就宣布 他們的這個外部 第三方檢舉平台要上見了 然後就說 拿來檢視高雄恩 剛好南明玉 真的會檢視高雄恩嗎 還是虛妄一招咧 你要先看他找的那個第三方檢舉平台 是什麼機構 他找的是一個叫做情業重信 情業重信一講出來很有名 他是非常國內幾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 那你看情業重信的業務是什麼呢 審計稅務風險諮詢 那會計師事務所 你找一個會計師事務所 要來做檢舉平台 那真的太怪了 那問題是現在是染黑染黃 這要針對個人尊信 對啊 所以他講你找個會計師平台 這個就有點怪怪的 但是他說這是黨務革新 好我們就繼續再來看 但是黨務革新呢 現在開始有人要出來跟他搶生意了 那今天出來搶生意的是誰呢 是大家很熟知的 四叉貓 四叉貓來了 要來搶生意 他說呢我一定勝 為什麼他舉了幾大理由 第一個理由 他說是這個保密 保密條款 包括就是說 這個柯文哲 不是去年設了一個主席信箱嗎 對不對 那主席信箱照理說 你應該是要保密啊 結果主席信箱 才設不到短短的八天 就馬上就公佈出來 就把這個保密 就沒有保密 就直接公佈出來 而且你知道主席信箱 第一封是講什麼嗎 所以有人來投訴說 要如何加入民眾黨 主席信箱是這樣用的 所以他就說 如果說你們不要去找情業重信 我不是在跟情業重信講爭議 但是如果你可以找四叉貓 因為個人隱私 是絕對會受到保護的 而且你還可以匿名檢舉 不像你去給情業重信的話 你還要提供個資 提供個資 而且他無法保證 包括柯文哲這些人 是不是會去調閱資料 所以個人隱私的部分 四叉貓勝 再來第二個四叉貓說 這個原來你要檢舉 還要必須黨員限定 你必須要先提供 你的身份證字號 然後還有看看 你有沒有黨籍的資格 也就是你要檢舉 這個民眾黨有違法的時候 你要先繳五百塊 先繳五百塊 你稱為黨員才可以 那四叉貓的部分 他說這個完全沒有 土內隨意 所以這個部分 黨員限定 四叉貓又勝了 第三個處理方式 申訴之後 是不是讓高層能夠知道 還是能夠讓基層滿意 他講了啦 他說去年某黨部 霸凌基層黨工 這我幫大家回憶一下 這就是他的那個月曆女郎 有沒有中堂之 去檢舉 公開檢舉說 他們那個黨務主管 有涉嫌性貧事件 性騷擾事件 後來呢 不了了之 就摸個頭就沒了 所以他這個四叉貓說 他能夠把這件事情 爆料出來 而且不會被摸頭 所以處理的方式 可見也是四叉貓勝 那最後呢 他說你原來 原來你這個第三方平台 舉報的範圍只限民眾黨 民眾黨的內部 你只能舉報民眾黨的 這個黨員跟黨工職 那其他的呢 你包括什麼科辦就不行 黃珊珊的這個辦公室 也不行 立院黨團也不行 新竹市政府也不行 基金會 龍中美賽 你只限民眾黨的 那如果你爆料給四叉貓 全部通通都涵蓋 所以這個部分 那個四叉貓說他大勝 那最後我要講啦 你說這個科文哲 有沒有在設防火箱 還是有啦 包括今天的這個民眾黨 最新的這個官網上面 他已經把高宏安的部分 高宏安本是新竹的 這個黨部的主委 現在已經把他拿掉了 然後變代理主委 是李國璋議員 那我必須講 那個當然今天大家有問到 他給的答案是說 因為那個高宏安 現在這個變成榮譽主委 哇那我要反問 高宏安是你民眾黨的榮譽嗎 所以現在掛榮譽主委 可能民眾黨自己 要好好想想 是的 委員怎麼看這個 柯文哲弄了 所謂的第三方的檢舉平台 是真的在檢舉 還是在打假球咧 我覺得民眾黨 在設定議題的時候 可能最近事情太多 腦袋不清楚 怎麼講 民眾黨你是一個新興政黨 那你今天要成立一個 第三方的檢舉平台 你就是公告社會說 民眾黨內扣整個失序了 我的評審委員會 完全沒有作用的 完全抓不出 我黨內有任何的貪污 腐弊的事情 對 民眾黨你還成立多久啊 那你這個 告訴我我黨內完全失控了 所以我需要一個第三方 我當然知道 柯文哲跟民眾黨 希望透過情依重性第三方 告訴大家說 我今天有個外部的機制 它比較公正公平 所以我可以重新統整一下 民進黨所謂在社會的形象 但問題是 我們仔細看它的操作邏輯 不管你是具名或匿名的 舉報進去之後 告訴大家說 我情依重性成立一個第三方平台 你上去填寫資料 把事實的理由跟證據把它提上去之後 最後有個重點 最後他就說 這個第三方處理平台 它會立案 最高將由民眾黨的秘書長負責 最高啦 換句話說 其實它也是民眾黨 黨內的其他黨公職幹部嘛 所以呢 你以為情依重性可以保護這個檢舉人 這吹哨人 最後你所有各自又回到民眾黨的高層嘛 那要不要把它透露出來 民眾黨高層自己決定 那情依重性怎麼保護你 他告訴大家說 這個情依重性會限期吹這些高層 把你處理的方式回應給檢舉人 那請問我要這第三方平台幹嘛 你原本的這個信箱 我寄信過去之後也是給高層啊 高層要不要處理 要不要公布你的姓名 要不要去追上你 也是他自己決定嗎 所以這個東西好 脫褲子放屁啊 你要去做這個事情 你就是為了去扭轉你最近的一個社會形象嗎 這個很簡單嘛 是 國東哥我們看到 這個第三方平台是滑天下之大雞啊 再來那個高豪安沒辦法處理 然後他竟然也沒有停權處分 他還升任新竹市黨部的榮譽主委 很簡單 柯文哲想利用情業重性的這個名聲 我們來挽救他們民眾黨這樣 我記得這裡面有些問題 柯文哲一定動什麼腦筋 第一點不要低估柯文哲的這些花樣 他現在是想什麼 想要限縮高豪安所惹出的爭議 限縮在違反行政倫理規範 我再強調一點 他要讓你們不斷去吵高豪安開豪車 住豪宅 那個是屬於行政規範 你不要讓他拉高到貪污弊案 屆勢階端 然後其約關說 那最大這問題就大了 那民眾黨整個都毀掉 高豪安今天的切割是什麼 好像鄭豪市是他下命運調查的 對 人家是調查他他好像是我 跟局主長講是我下令調查 你們哪些人有約被約談過的 講的好像不是別人的問題 對嘛 所以他們現在在切割這種東西 一定要注意他們這些細節 你如果不知道細節的話 一定會被他們騙走了嘛 那今天看柯文哲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麼 當然要挽救民眾黨這個民調嘛 所以今天先拿情業重信來抵擋一下 我們設立第三平台 你自己應該要有聯政委員會嘛 對不對 你新竹市政風處 既然是聽市長的命令沒辦法 我民眾黨有聯政委員會 所以我自己啟動調查民進黨也有啊 對 每個黨都有內控機制嘛 結果他民眾黨沒有 還要委外 這是太荒謬 我們只能講天才 天才黨主席 但是我要強調一下 民眾黨沒有所謂的丟臉不丟臉 我們剛剛在講說 哎呦 怎麼會高雲安不覺得很丟臉 他也有什麼丟臉 黨主席就是最負模樣了 底下人還有什麼丟臉不丟臉 沒在怕啦 反正有黨主席照住 你就照樣幹就好了 所以我們來看 哎 柯文哲已經比高雲安膽大到什麼 妹妹要推出來選立法委員 那這一次結論是證實有的吧 因為你臉書都已經開始粉絲頁就做出來了 那只是選個立法委員嗎 現在新竹市是各黨必爭之地耶 對 國民黨 民進黨 時代力量 現在加上民眾黨 大家搶這個地方 小小一個新竹市 這個立法委員的作用有多大 看看每個黨都推出來 你就知道 別的地區你不一定推 推這個地區 而且柯文哲已經算盤打過了 高雲安跑不了了 偷不了身了 對 她妹妹推出來的時候 也許用她的影響力 難不停給我動算了 喔 她的整個民眾黨氣勢都維持在那裡 就是若顯啊 也在等高雲安什麼時候被判協 所以柯美蘭可能另有任用喔 另有任用喔 對不對 對 沒有那麼簡單 你算盤打得已經 欸 像在驚奇 旁邊驚驚驚驚 整個都破掉了 我們還在想說 哇 再討論高雲安的事情 她已經替她妹妹做打算了 高雲安 高雲安 你要自己要看清楚 你的黨主席的算盤是怎麼打的 你不要以為說 哎呦 黨主席支持你 挺你 所以你還可以撇清這些事情 沒辦法 這一關你過不了的話 那你的政治生命就結束了 對 來 易酸兄 我們看到柯文哲 真的有那麼的簡單嗎 如意算盤 今天講得好像 故作輕鬆狀 啊 這個第三方題來 就來檢視高雲剛好 然後柯美的角色會怎麼安排 欸 對 這個柯文哲找情樂中心 刀都嚇一跳 因為情樂中心是台灣 四大會計師事務所 而且很貴 找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是很貴 他的專長不在查幣啊 民眾黨自己也有這個中評會啊 只是中評會的主委是柯文哲決定的 中評會的委員好像也不是選的 所以上次那個民眾黨那個中評會的那個主委 被人家罵說 是誰家的狗帶回去 對 所以那個中評會是完全沒有功能的嘛 系統虛色 那像民進黨 民進黨的這種委員會有很多呢 廉政委員會 仲裁委員會 跟這個中評會 民進黨的廉政委員會 跟這一個仲裁委員會 裡面沒有任何一個黨公子跟名義代表 都大律師啦 很多大律師都在仲裁委員會 跟廉政委員會 像上次我查那個台南的那個什麼光電的案子的時候 就是請廉政委員會查 那都在外面的大律師 他也不一定是民進黨的黨員 就請來盜仲裁 這個就是柯文哲 你現在找情業重信 就是為了要處理這些事情嘛 那你 你可以 民眾黨你可以去找一些 大家認為的公正人士 幫你查這些東西啊 那你那個機制都不對啊 那什麼查完還要給你 給你黨主席 那都不通啦 查完就直接要公告 誰不能夠再入黨 就把他趕走趕走趕走 誰不能當港公子 就警示這些人不能當黨公子 不然你都虛妄一招啊 然後你你沒事去找齊月中心 就讓大家更覺得說 你根本就在掩飾什麼事情嘛 柯美蘭沒有錯 柯美蘭他是新竹的名醫 台大醫院在新竹分院的醫院 他的門診有這個竹北跟這個生醫院區 兩個新竹跟中醫院區 兩個都有 他九月十月的所有的門診都滿的 那他在新竹呢 是形象也是非常好的 可是柯美蘭的參選啊 我在判斷就是為了 如果這一個高昂安在年底被啟動罷免 接下來柯美蘭才有可能上手嘛 那柯美蘭不可能 各位知道補選的時間很短啊 補選才會殺各位的補選啊 所以他當然透過這次立委選舉 把整個知名度 把整個組織重新 從高昂安那裡全部把它收回來 變柯美蘭能夠運作 到時候新竹市長要補選